你感觉到我三千四百多个钱 我存在一钱还剩两千四百多 这两千四百你感觉到应该怎么花 我感觉有点少啊 所以说买个衣服啥的了 除去旅旅游的 你说够个孩子再吃点饭 我也承认开的不多 这不是我说的算 我也想开多 但是我不说过吗 我就这个生活条件 老年相亲奇葩搞笑事 动动发财的小手指 点赞关注乐呵呵 更多有趣精彩视频等着你 爸妈这一听不行啊 就你那点钱 还不够我塞牙缝的 本来一桩好事 非得做没了 阿姨 这么快开的 今天是特意请假了 跟我说 对 特意请假 现在就干保洁呢 今天相亲的是王大妈 59岁 有两段婚姻 第一段离 第二段丧傲 退休工资1200元 有住房 一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已经独立 大妈说自己这辈子 有三大爱好 就是爱吃爱玩爱钱 说到钱 咱大妈可说了 自己就是一个小财迷 花自己的钱 那就是身上掉块肉似的 但花别人的钱一点不心疼 大妈又说了 自己是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是个苦命人 我们早晨就定了五点 出去甩笼 甩一小时 完了回来 甩笼是啥呀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我看看 这是一个长的 对 这是一个长的 哎呀 这么长啊 八米呢 八米啊 这我现在都想短了 就是要是那个长的 现在都买十米的了 哎呀 我心这个 就是把它给甩起来 甩起来 对 对 把它甩起来 必须甩成八字似的 啊 就甩这个是能咋的 好看的 还端着身体 端着身体啊 端着你这个肩胶 颈椎都端着 全身端着 一甩完一身汗呢 我还准备买一个 十米的呢 还准备买十米啊 嗯啊 这是不是要越长 这个难度就越高啊 对 甩好了 这都甩开了 这一个八字正好啊 甩不开家里啊 那也还行 能甩起来 王大妈的性格 可是挺开朗的 别看这么大年纪了 却总说自己 就是小孩子性格 还说爱笑爱玩 虽然每天干保洁 从早忙到晚挺累的 但是一提到晚 大妈立马精神了 哎呀 丑丑王大妈 这一说立马整起来了 别提有多的劲儿 在外人看来大妈 整天说说笑笑的 啥烦恼都没有 可大妈却说风风雨雨 走过大半辈子 这心里比黄年都苦 这不一提起往事 话还没说出口呢 眼泪哗哗的流 红娘也是一旁的安慰 如今再找另一半 大妈就想找知心人 我这真 你这没有多苦 可下找一个 就像同性对异的 我也欣赏她 她也挺喜欢我的 完了她还没了 你说难不难受 那如果再找的话 想找个啥样的 再找想找一个 就是你得演员演员的 演员好的 就看着自己能喜欢你呗 我愿意找比我大一点的 感觉大一点的 就得像有安全感 大妈对另一半的要求 也不高 只要能呵护点的就行 接着红娘便去找大爷了 你好 你好你好 今天又见面了 是啊 咱俩好久没见了 是不是 今天又麻烦你了 相亲的是王大爷 72岁 有过两段婚姻 第一段丧偶 第二段离 退休工资 三千四百元 有住房 一个儿子已婚 这一见面 咱红娘发现这牙哪去了 大爷说了 准备月末相牙 哪知道相亲这么快 这一下大爷更担心了 我也知道现在相亲有点早点 但是也没办法 所以心里边挺着急的 对对对 为了相亲也得赶紧来 对我也知道现在这颜值也不行 觉得牙拔了颜值不行 那大爷了 差点跟以前 那肯定差 没有牙的感觉它丑子 各方面的确差 那是不是这也是为了形象啊 所以把牙全想了 对啊 我早点点想啊 丑子有牙 这个感觉丑子 感觉就不样 所以今天还是挺着急的 挺向往这个相亲 你不着急嘛 现在你说 各方面你说都好 对不是 又有工资 一天没啥事 出去玩 但是一人还是赶紧到股 还有个伴儿吧 互相友谊靠 出去那个上个景点的 还是溜的啊 就是心情不一样 大爷虽然年过股息 但依然在乎自己的形象 每天都把自己收拾得力整的 生活上更是相当充实 跳交易舞 做礼疗逛公园 一刻也不闲着 小日子过得那是潇洒 大爷说了 人活一辈子 最重要的就是图个开心 面对另一半更是注重演员 我是挺看重演员的 我特别注重这一点 因为我出去活动比较多 运势比较多 我经常出去活动啊 我感觉到就是说是 我要领的出手 领出去我感觉有脸面了 那是不是得找比你小的年轻的呀 对呀那像我岁这么大岁数 完了再找那么大岁数的 尤其这个女人还不扛老 那这个年龄你觉得多大岁数合适啊 和你匹配呀 我就感觉到六十左右岁吧 六十左右岁和你可差十来岁呢 从爱情方面那个岁数是问题吗 是不是 岁数不是差距吗 再一个什么呢 你心还得大点 别小心眼 你说我这在外边交易这么广 完了还要跳交易舞 也可能接触女人接触得多 你说要小心眼的话 你说成天用这事 你说那不也犯不上吗 用这事惹气的今天 哎呀你跟他又跳了 你又运他了 又跟这个老车又跟那个发微信了 是不是 你心胸得宽广一点 我什么事又什么事 我敞亮的 哎 我也不瞒子不被子 是不是 那搞得太多 你说男女也不能说不接触啊 想玩想快乐 你就得身边有朋友 你自己你说一个人 那不得孤独症了吗 就是我问你 如果有老伴了 老伴和其他的人一起跳舞 那你难受不得 那难受啥呀 那很正常啊 跳舞很正常的事 在我们小区 晚上咱们跳舞 也都是两口两口啥 我也带他老伴跳啥的 他也带别人跳 我楼上楼下 那很正常 没什么 一点别的顾虑没有 你一天你说 他又他跟跳 他又他跟 是落车了 又整整 竟往那个歪处寻思 那能行吗 没点实力还真是不敢相接 既然这样 接下来红娘便带着大人 去找大妈了 挺好的 咋的呢 我家也十六楼啊 你家也十六楼啊 对啊 那也太巧了吧 巧合 巧合是不是 哎呀这就是有点小缘分呢 行叔叔那咱们敲个门 然后见面阿姨好吧 阿姨 来了 我们来了阿姨 你好 你好 来进屋叔叔 那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王贺明叔叔 这个是王姓阿姨 还都姓王 你好 你姓王啊 我也姓王 好 好巧不巧这两人都是十六楼 还都姓王 大家也觉得这就是 冥冥之中的缘分啊 但是这刚见面 大妈这便情绪不咋高 这让原本再回颜值 但又没香牙的大呀 心里更加没理了 所以赶忙解释 替自己找步 还别说真管哟 给咱大妈逗了啦 挺犹豫的来 啊 这牙没香呢 这个颜值不行 啊 觉得自己牙没香 现在有点不自信了 对 我着急啊 你发那个相片 我看挺符合我的 相片不真实 我听我来瓦了 再叫别人抢去 那相片和本人哪个好看呢 比相片更好看 你开会说话的 那你就牙没香 能不能影响到啥呀 会不会觉得 不是爱了 或者怎么样的呀 不能影响 不影响 我马上这个月末就香牙了 看着大妈脸上有了笑容 大爷悬着的心 可算是放了下来 好不容易遇到有演员 大爷表现也更加主动 积极聊起话题 我挣钱就是给媳妇花的 瞧瞧咱大爷这番话 那是相当敞亮了 大妈听得也是美滋滋的 但是大妈找老伴 可不仅仅是为了养得起我 如今还想完成自己多年来 未能实现的心愿 那就是和老伴旅游 但话又说回来 大爷能满足大妈的要求吗 我就想旅 除于旅游就快乐 我就是各家待的不快乐 除于旅游我心情就不一样 心情是常亮 一走出去 我还乐着坐车 谁乐着坐车 假如说我坐上车 心情就高兴 眼睛都坐不了车 说的那个运车呀 我就是啥车呀 我坐几天机我都能坐 我一上车 歇花怒放的 就乐着坐车 这边就没坐够车呀 有的是那个团花不多少钱 一走好天 出去留了几个城市呢 我没留了几个城市 我就上那个丹东去趟 再上那个哪儿 就是那个红河谷去趟 就去到别的 别地方没去 远地方没去 我基本上港澳台湾都都去了 花东山东 他就要有老伴呢 你咋想的领不领着出去玩玩啥子 那当然得有老伴呢 能放假的必须得领着 那俩人出去都有意思啊 就是有个好地方 有什么景色 互相能够能够能分享啊 你像我上三亚去 我就一个人 你看那地方上那个海边上 也挺好 但是感觉到没意思 哎呀这一提起出去玩 大妈是没飞自舞的 本身爱溜到的大呀 更是支持大妈了 俩人的想法可是想到一起了 晚年找老伴不就是图个乐呵吗 所以咱大爷开始畅想未来了 但是不规划还好 这一规划出事了 咱们就是平常生活吧 也就是有一千五 俩人顶着一千五百块钱 你剩下这工资 就是一年出 估计出一个一趟两趟的 还没啥问题 剩下你留它干啥呀 但是我一个月最少得存一千块钱 因为啥呢 万一你有个病啥的 咱能拿得出院啥的是不是 这个你必须得留点故事钱 剩下的咱去了吃饭 剩下的钱咱就是旅游 就是玩去 能多远走多远 你说我得一千块钱 我也不是说是我活 那星星你有病给你活 是不是 就说你跟我俩生活了 我的钱存多少钱 都得叫你知道 因为咱俩共同生活 说不必要说是长椰子的 都公开化 他说这个没毛病 其实谁家过日子 都得不能说月光烛 都得斩点是不是 也应该存些点 那你说这时候 你不存点钱 你说国家谁去国家呢 就你老得存点钱是不是 大妈一听也同意大爷的想法 留点钱也是可以的 可接下来大爷这番话 大妈不惯着你了 这不得行了 我三千四百多个钱 我存在一千 还剩两千四百多 这两千四百 你感觉都应该怎么化 我感觉有点少啊 你说买个衣服啥的了 出去旅旅游的 你说够干啥的 吃点饭 我也承认开的不多 这不是我说了算了 我也想开多 但是我不说嘛 我就这个生活条件 但是爷爷你想啊 其实一个旅游 两个 如果要是不出去旅游的话 生活费一千多 一千多钱应该是够了 然后咱点钱再出去旅游 一年也不能说走出去 一年也就是两三四呗 我想找一个 调度度稍稍高一点的 我想冬天想上海南去 上海南也可以啊 我在住宾馆一月一千六 那住宾馆一月一千六 一月一千六 一月一日一千六 嗯 那俩人你说得多钱 三千二百个钱呗 那你得吃点喝点呢 反正如果要是去那 长时间的再来的话 那肯定就是不较够 是不是啊 三千块钱 那你觉得够不够花 说心里话 有点少 有点少 要是四千吧 四千就够了 他现在是三千四 差六百块钱 我主要是没想到这个人 我主要是 这个人不大喜欢 我心里的我找 必须找我喜欢的 就是哎呀 去不去都那都无所谓 我就是主要找个 另一半就是我能相当 我能合得来的 我喜欢的 我俩好像就没这个缘分 这碗俩也得是缘分呢 你得看一眼 演员能一见重情 都相中他 就喜欢他 就喜欢他 千勺再也无所谓了好像是 听大妈这意思 还是没相中的大爷 反观咱大爷还是想 争取一榜 可大妈最后还是说不合适 随后二位就这样结束了 要说这演员 还真是很奇妙的东西 是有啥魔力呢 大部分人说 哎呀 只要演员过关 别的都不试试 行吧 咱也勉强不了 那就祝愿二位早日找到新衣之人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